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使命感的认识 我们刚来的时候 我们对消防 还是没有个发自内心的一个 就是一个热爱 消防长 报 这衣服看到了吧 看到了 这就是你带的新消防员 报 我的问题 但是经过这两天 很想深入其中的去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 很想就是 出于自己 就是就一个人这种感觉越来越深 很棒啊 兄弟们 这两天 带下来你觉得每个新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大薰比较顽皮一点 但是正经起来还是非常正经的 我觉得 就今天初几 可能他们正在睡午觉 初几时候 跟大薰相撞了 在车上我也会问了大薰啊 你的膝盖没事吗 大薰说没问题 这点我还比较感动 我听 我们站的同志说 都可能说飞出去好几米远 但是 起来之后 紧接着就是 往下跑 折了心还是非常紧 张家元呢 可能包括张延期两名 比较年轻的同志 非常好奇 非常想一起出警 能为 人民百姓做一点事 都不知道放在哪儿了 我就下来了 我街都没穿 我鞋也没穿 我只知道东西想了 往下冲 他们也想从中得到百姓们的认可 招牌还是点人距离 相交于现在吧 感觉他更加成熟 很重 谁当水箱手 我来我来我 ok 不说不说一句话 但是 每句话都在点上的时候 我跟你说 真叫晕倒的人啊 很难抬下 对就是这个意思 长期笑语 还有大薰 救救我 还是笑语 爱闹爱笑 但是 学习起来还是蛮认真的 加油大薰哥 漂亮老秦 坚持老秦 张咪咪就是比较内敛 但是也很成熟 互相帮助一下 对互相帮助 他就帮了 把他的眼睛拿出来 拿出来 眼睛拿出来干嘛 你玩玩 抠着眼珠子想画吗 张咪咪就是比较内敛 比较内敛 比较内敛 从他们过来 之前跟现在 就是之前认识的 跟现在有什么感觉 秦宵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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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然明白了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他都非常清楚 加油 其他几个也是一样 他们觉得 穿上这身衣服之后 就代表了一种神秘感 有责任感 他们的改变还是挺大的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